早期高期向桂林川主要生散麻的孙 但随着时代改变 这项生亚也渐渐消息 最近欢迎国际大家好 向高悠伯新亲家围 并来到桂林川 为大孙寮去孙走 甚至是孙冠的制作 都让学生和社区民众做回来完成 看到自己清除完成的孙寮开始营养 让这些学生都相当欢喜 也让伯祖的社区民众都想起早期 在孙寮掛孙子拍孙寮的生活 中掛好的孙子浪康 这样才有发展这些是很漂亮又好吃的孙寮 一早上婚姻科技大学的核心就来到孙寮 并且在社区民众的基督之下 就来体验桂林社区早期的孙寮生涯 由年轻的学生跟当地的师傅 一起来把这个孙寮重新建立起来 这种情况这个技术呢 在年轻的一辈可以得到传承 年轻人的创意也可以进来 老一辈的知识跟技能呢 都可以得到发挥 我们由开始搭建孙寮开始 把我们以前的这个回忆 做孙寮的艱苦的人生 甘典的住民 把这个回忆找回来 桂林船长不逢于这村 早期只来到满顶行做工作 都可以开了四个月的时间 所以只需要建立孙寮和孙寮 这样才能够处理採取的孙寮 但是时代的改变 这种传统工法也很很消息 所以希望套过年轻人的餐物 将这个定居的産业文化保存下去 不过加一些这些什么油水 都这么顺天然的 这个孙寮我们传统的产类 就透过这个机会 就说可以把传统产类的 黄金三流鱼 把它从销出去 从整地黑地鸡到现在整个孙寮的环境 甚至看到自己起的孙寮在运作 对到大部分的客户来说 除了发育以外 竟是某某的新出感 加上乡亲的劣情 也欢迎这次 难忘的农村体验 我感受最深的是 一个小乡村的凝聚力跟热情 那其实这凝聚力跟热情 在竹会是感受不到的 那学习到技术呢 包含说后面看到的这些 顺料 整个木屋搭建 然后顺灶 还有这个顺产业的一些 制作跟清洗 还有煮的过程 那其实这些对于我本身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技术上的提升 打开孙寮就像一只油肥一样 所以当地也要合作 黄金三油肥 桂林社区也将在 十多十三盒办理外档来加工提供 也透过社区跟侯侯的合作 希望可以重现当地早期的散业文化 记者刷上林 彩虹博德